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要聊的 其实在这个暑假 真的是在疫情当中 怎么样让学习不中断 所以好几个礼拜 我们都在节目里头报道 就是说慈禧基金会在慈善与教育的这个结合 比方说我们有推动一个就是 青年线上办学区 号召700多位大学生在暑假线上办学 陪伴弱势家庭的孩子 让学习能够寓教于乐 透过网路大家都串联在一起 几乎没有空间的隔阂 是真的是学习无佛界 网路也是无佛界 但是回归到社区当中 慈禧志工也是举办了慈善客服 推动了非常久的时间 规模也都非常精致 可是要如此规模小 但是又推动非常之久 这种长时间的推动 真的让你觉得很敬佩 很敬佩 对而且又是号召志工来投入 像是有慈禧志工 以及教练会的老师们一起合作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连线到的是 适联团队的心涯客服团队 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是如何在社区当中 来陪伴慈寂所关怀的 弱势家庭学生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的线上就有四位老师 透过连线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首先我们欢迎 这是市东国小的许志诚老师 主持人好 大爱的听众大家午安 我是市东国小许志诚 今年接下来担任的是 六年级的吉任老师 老师好 我们接下来欢迎的是 山域国小的陈立秋老师 立秋老师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各位大爱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山域国小陈立秋老师 未来即将担任四年级的导师 那还有呢 我们这边也有 魏林女中的纯佳佩老师在线上 佳佩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魏林女中国中部的英文老师 谢谢大家 老师的声音好好听 等一下听老师讲英文 应该更好听 好 那么同时呢 我们要欢迎的这一位 是我们大爱剧场 曾经我们一起12岁的本尊 也是市东国小的退休老师 李黎色老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大爱的听众大家好 大家午安 非常非常欢迎大家 其实刚刚就提到了 这个士林新雅客服班 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名称 叫做幸福家族 它其实已经成立了 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先请 这个李斯老师为了我们听众朋友来谈一谈 这成立的一个姻缘 还有师兄师姐陪伴的情况好吗 很荣幸我们几位老师今天能够代表我们的团队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幸福家族在暑假之中的一些活动跟心得 那我们士林区的新雅团队是在2011年的元月成立 所以我们已经有十岁半了 那我们很感恩就是当时创立的就是我们的班爸爸杨唐明师兄和香音师姐 那他们十年来一直都是守护的我们这个班 那除了他们两位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陈伟红老师 他是一个博士哦 那他也一直呢都在负责呢教导我们中学部的学生 那除了师兄师姐还有这个老师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学生呢 他也是在我们一创立的时候他们就加入了 那当时呢十年前呢他们加入的时候是三个兄弟一起加入 然后最小的那个我记得那个印象还很清楚 那时候他才小学一年级还掉了一颗门牙 对然后他就是可是他现在已经长得非常的壮硕 像一棵那个大树一样 他现在已经要进入高山 那他的爸爸都说我们的新衙班是他们三个孩子 唯一的才艺班唯一的这个补习班 然后他很感恩我们实际把他三个孩子教得很好 那其实他现在老大已经大学毕业了 然后老二呢自己打工 然后呢上大学赴学费 然后这个老三一定到 也现在是高三了 那我们说十年数目 我们真的很期待 这些孩子以后能够成为社会的动良 成为可造之才 那其实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班级是小而美 然后孩子事实上是不多 但是呢虽然是很少 但是孩子都很期待 还有很可爱的孩子就是早早的去 然后呢其实他就很单纯的说 哦你这为什么这么开心的来呢 他就说因为等一下可以吃好吃的点心 哇 那个师姑们都会帮他们准备这个很好吃的这个点心 所以十年来呢 然后我们看到新亚茁壮 然后看到这个孩子蜕变了 然后也看到他们的家庭呢 渐渐的安定 然后也开始翻转的人生 虽然说我们说付出无所求 可是这些呢 事实上都是我们新亚团队 最大的向前的一个动力 好 是 哇我真看到从十年来的陪伴 从一个看来小小孩 变成一个大人的那种模样 真的是非常之久 可是因为 对可是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其实很多课程都改为线上 尤其是学校 没办法见到同学 也没办法见到老师 都是用线上的方式来上课 那么一个礼拜一次的课服 对学生来说 是不是有必要一定要上课呢 或者是说没有课服的话 应该也没有关系吧 为什么会举办线上的课服呢 这个我来补充一下 就是说我们知道台湾的疫情呢 在五月呢变得严峻了 所以停课不停学 那在那两个月里面 其实一般的这个家长 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吃力 那我曾经在我们那个 就是学校的爱心妈妈的 那个群组里面 我就看到有一个妈妈 就在上面写说 她要陪这个孩子呢 线上教学呢 真正的才觉得 哇老师实在是太伟大了 因为同时呢 要面对这么多来自于不同家庭的 这个孩子 那么这么的吵 然后老师却不会崩溃 他们都觉得 哇这个老师实在是 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相对的 我们这些新衙的孩子 他们的家庭 事实上是比较弱势的 那么的家长大半都是要去工作的 也没有假日 那家中呢 可能只剩下老人 或者是病人 那根本就没有办法来 陪伴这些孩子 然后接着呢 漫长的暑假又来了 所以有好几个家长就开始觉得非常的紧张 也有焦虑了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们 就说拜托 持继这个星期六呢 可不可以赶快再上课啦 让孩子们来持继学习 是唯一能够让他能够放心的 那其实在另一方面 其实间隔了这个几个月 我们也其实也很想念这些孩子 所以我们就在一放假 在7月9号的时候 我就约了这三位老师呢 我们就线上赶快讨论 然后呢就请他们帮忙来承担规划跟执行 那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其实老师们在暑假 他们要备课 然后像嘉佩老师都还要暑期辅导 他们也是非常忙 但是我很感动 他们都义不容辞的 觉得说在这个非常时期呢 他们是择五旁败的 所以就马上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哇听到真的是让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 而且呢 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其实像现在现账客服啊 基金会有在推的 这种是属于比较是大 就是有比较有点像是通事的这种感觉 可是呢 我们幸福家族的这个客服 是真正在学习英文数学耶 真正就是在课业辅导 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幸福家族的孩子 我们据了解 就是说年龄分布也蛮广的 到底我们这个线上是要怎么样进行客服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这个魏林女中的陈嘉佩老师 来分享这个团队到底是要怎么样克服困难 好 那现在呢就由我来说明呢 我们怎么样成立这个新亚的线上客服 那要成立线上客服呢 最重要的就是师资嘛 那我们就去问原本担任新亚客服老师 这些志工呢 有谁可以来做线上课程 那问了结果有四名 有四位 那不够 所以我们就往教联会再去邀请其他老师 所以呢 连我在内呢 我们又邀请了四名那个教联会老师 所以总共有八位老师 然后有八名学生 然后还有主折这些学生 这些孩子的那个访式志工有八位 那这就是我们幸福家族的成员 那这八位学生里面呢 又分成高中国中小学 又分成五个年段 所以我们为这五个年段规划一个课表 就是一个小时的英文 一个小时的数学 最后还有四十分钟的大堂课 是人文课 就是我们新亚很大的特色 那我们师资阵容里面很特别的是 我们有两位夫妻党 那一对呢 就是在现场的那个教联会老师 地球老师跟志诚老师 那另外一对 这就是原本在新亚客服的志工老师 那这一对老师呢 那个志诚老师比较熟 那我们请志诚老师来介绍他们两位 好欢迎 好的 介绍尼泊尔这对夫妻之前 我想要补充一下 刚刚李老师讲的十年的新亚客服班 他讲的最小的那一颗小新亚 他一年级的时候就加入了 他到三年级的时候就到我的班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在中年级 然后三四五六年级都在我的班 可是他现在已经高三了 现在那个小新亚已经变成小树木了 太棒了 那还好当时 当时有新亚客服的陪伴 否则她的学习真的是蛮弱势的 好那接下来我介绍的是 尼泊尔这一对我们的新亚的英文老师 这一对 这一对英文老师夫妇啊 那先生是尼泊尔人 太太是台湾人 他们夫妻两位是在英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 那结婚之后呢 他们定居在台湾 因为尼泊尔地震的因缘呢 那先生对于慈悸啊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他觉得慈悸在那段时间 对尼泊尔的帮助很大 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他又很感恩 会认识他是因为夫妻两个啊 带着孩子 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啊 很小啊 那幼稚园就来了 来参加我们天母的亲子成长班 那因为他外国人的长相啊 我就觉得哎 蛮特别的 我们亲子成长班既然有外国人来参加 那我就去问说哎 你哪里来啊 他就说尼泊尔 然后呢 我说哎 你怎么会知道慈悸 他就说因为慈悸在尼泊尔地震的时候 去帮助他们啊他非常肯定非常的感动 然后呢他就说呃在这里我想要为孩子们做点什么 我不晓得我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 我说那我帮你问问看 结果呢我还没有回答他的时候 他又主动的跟我讲说 或许我可以教他们英文 我想教他们英文 如果有孩子需要的话 呃我可以教他们英文 可是我没想到不是只有他来是连太太一起来 从这件事情让我很感动也就是在听上人开示的时候 还有慈悸人之间会说 慈悸人走过的地方啊 就会开出一朵一朵的莲花 那慈悸人到地震去震灾呢 其实是把大爱的种子撒播在尼泊尔 可是姻缘很不可思议 这朵花居然是开在台湾 那真是那种爱的循环会特别让人家感到欢喜还有感恩 在之前种下的种子 而现在也真的成长为大树 并且来到台湾也帮助更多的人 尤其这种英文对于台湾学生来说 可能是一个小头痛的一个学科 可是确实这样可以帮助到其他的学生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可贵 不过老师刚刚提到说 现在透过这种线上的方式来做学习 那学生也都不能见到彼此了 反而是说这种需要一些逻辑的像数学好了 你可能就要跟他讲解这些方程式 或者是那种公式要怎么去学习 那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 去如何克服硬体上的困难 可能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好好跟学生说清楚 这一题到底怎么去解答 学生们又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老师又怎么从中去协助 我们请丽丘老师来分享 那学生其实在前一段时间 也都有上过学校的线上课程 所以我们刚开始也希望建立一个 跟学校让孩子比较熟悉的界面 用Google Classroom 让大家方便在这个教室里传送讯息 然后以及找到固定的会议的连接位置 但因为我们的学生是来自各个学校 大家的网域不同 所以没有办法加入 只好做吧 那我们就改在我们的幸福家族 每个老师就在LINE的群组里面 贴上这个Meet的连接代码 那可是我们的孩子啊 有的他是没有手机的 那根本就没办法加入LINE 那老师呢 也受课老师呢 只能用Email跟孩子联络 那其实也是会蛮担心的 孩子到底有没有读啊 读讯息啊 那这个其实有会有很多变化 那我们尤其中间 其实难度最高的就是 我们生小室的那个小孩啊 他呢家里没有网络 那只能依赖家长的手机乐点 可是跟他同住的这个外婆啊 他得要外出工作 他不在家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连线了 那这件事真的是很伤脑筋 还好我们的志工真的想尽办法 他联络了联络到他没有住在一起的妈妈 然后拜托他帮孩子办了手机门号 然后志工赶紧赶在上课的前一天 把这个手机还要处理好那个手机跟平板 平板是学校借的 然后这个连线的问题 还有呢 赶快再跟每个上课的老师呢 做一下测试啊 好 那这个志工真的很辛苦 因为疫情期间也不方便进入到人家家里啊 所以就是这样在车上啊 在那个有时候就在楼梯间这样子 就在外面指导孩子 所以这个我真的是要很感恩我们的志工的协助啊 真的是要很感恩我们这一群志工的协助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同样一个新年不论是在楼梯间在车厢里头 或者是老师跟这个学生们都做一些准备 都是为了要把客服第一次的线上客服更完美的呈现 所以呢第一次上线的这种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也请嘉佩老师跟大家来做分享好吗 好 好那我来分享我们第一堂课 其实呢第一堂开始上线 我们志工就开始忙碌了 他们要催促小朋友要起床啊 要吃早餐要准备上线哦 那上线之后呢 那志工又开始担心 又开始关心小朋友有没有进入教室啊 那老师们就会在line群组里面说 哦有有有小朋友进入了 然后哦没有没有没有某某小朋友还没有进入 那志工就要打电话到他家去 哎你怎么还没有进入 就像我第一堂上英文课 国一英文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小朋友 其实都没有进入我的课堂 那志工就赶紧打电话到他家 说为什么你都没有进入老师的课堂呢 他说哦他爸爸跌倒了 他在处理当中 他联络妈妈送爸爸叫救护车去医院 那志工问他说那有没有需要写 就他说哎没关系他可以处理 那所以说另一节英文课呢 就都没有上 那后来隔州的英文课他就有进来 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爸爸现在怎么样了 他说哦已经从医院回到家里了 那我没有已经没有关系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新阳的线上课程呢 我们不只教孩子就是课程 其实我们呢更是透过这个方式来关心孩子 在暑期的一些生活啦一些学习的状况 那那个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他们并不孤单 我们老师呢跟志工们呢会陪着他们 让他们觉得是有温暖的 是有温度的 我觉得这是新阳很重要的精神 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说 老师不仅仅就是说教导他们课业辅导 其实那个温馨的关怀也一直都在 好那立秋老师呢 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有没有也遇到状况呢 哇真的状况连连哦 就算我们前一天啊 已经做过了这个连线的测试啊 可是我们当天还是一样状况百出 有的孩子啊 因为第一次上课嘛 他睡过头了啦 然后还好就刚刚那个 我们都会在赖上跟志工求救啊 志工赶快给孩子morning call 然后呢那个小室的孩子呢 昨天教过了可是还不熟练啦 隔天他又没有办法操作这个连线的方法 结果还好我们求救 发出求救之后呢 志工赶紧跑到他家 帮他做好这个连线 所以我们后面的课程才可以顺利完成 所以这一切其实就是大家这样子互相不畏 即使我们志工即使不畏啊 然后帮我们处理这些突发状况 让老师啊在线上的课程后顾之游 那还有啊我们的学生啊 其实这两次的课程 其实孩子可以感觉到他们还蛮期待的哦 时间还没到了 然后上那个生小室的第一次哦 他他七点多就开始在赖上问了 哎我要我要怎么连线啊 他有在问再请教一下大家 还有那个孩子啊 哎早早哦 提早了很多时间啊 十几分钟十五分钟就想要进教室等老师哦 所以而且他们在上课哦 也给老师很好的回应 那让我们其实也让老师会有更多的这个教学乐程啊 所以也很感恩他们在暑假啊 愿意上线然后学习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互相成就彼此感恩啊 他们 哇 所以平常上课学生应该都很少就是这么准时 对 这个反而线上课服 孩子们早早就进来等了 嗯嗯嗯 真的很感谢立秋老师跟我们分享 而且其实呃 从五月多到现在已经历经两个多月 甚至快有三个月的这个居家线上的上课时间 那因为这是疫情 其实以前都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那当然透过老师们跟学生齐心来去努力 志诚老师有没有一些嗯 您的心情跟感动的部分 对于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你们的线上克服 来请志诚老师分享 其实从刚刚理事老师 他讲新衙十年十一年来的缘起啊 一路走到现在 你仔细去想想这之间啊 孩子的需要志工们的付出 然后坚持到现在 那本身就是一件很很感恩的事情啊 就是像昨天我们看到桌球赛林云露啊 跟中国的世界冠军打球 他打成那样子 当然抓住的时候的目光也得到大家的肯定 可是你想哦 十年前的林云露是九岁 九岁应该就是小学二年级三年级 那因为他很幸运 他有天分有好的环境 经过了十年 他可以为国争光 可是呢 比较弱势的孩子 他没有那么幸运 那十年后 这成长的十年中 如果没有人伸出援手 那你想十年后 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期 他们的需要 没有办法 没有人可以帮助的时候 有人愿意及时伸出援手 我想孩子真的可以成长得更好 那平客的关系啊 那弱势的孩子 当然他的学习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啊 那直接的志工 心里面想的都是 从别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啊 那因为我们啊 因为疫情 所以很多关心是 其实是需要透过网络的 其中一个孩子啊 因为志工在线上关心他的时候 发现 哎 他的三餐有问题耶 那他告诉志工 他是一个馒头 早上吃一半 然后剩下一半 是留着中午要吃 我志工听到这里 心已经都快睡了 在问他说 那晚餐是什么 他说吃泡面 哎呦 那你想 孩子的餐餐这样子吃 他会长成什么样子 当然我们再进一步去关心 线上关心他的时候 妈妈也提到 他有弱势的问题 那李老师他很有经验 因为他教过弱势的孩子 眼睛弱势啊 他弱势是有个矫正的关键题 李老师因为妈妈讲说 他弱势 李老师担心了 整个晚上都睡不着 那志工的问题 志工们也很积极的帮他 帮他处理 帮他去给医生检查 那很幸运的 还好是近视不是弱势 是妈妈弄错的 那身体的问题又造成了 身体的过敏 气喘又造成了注意力的问题 那这时候 网络的学习 他又有网络设备的问题 还有他上网能力的问题 再加上他生小事了 小事之前漏掉的这一段 他英文字母26个字母 没有办法完全记住 你想他在课堂上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小客人 他的学习真的遇到很大的困难 妈妈跟他没有住在一起 外婆带他 外婆年纪大还要上班 住呢又是住在 记住在姨婆家 志工看在眼里 当然就只有无限的不舍 顿时间啊 身边的志工就像个妈妈一样 扮演起妈妈的角色 带他去检查眼睛 陪他运动 注意他的营养 像那个 住在罗夏的师姐 听到我讲这个孩子 他马上说 你跟我讲 那三餐我来负责 那老师们听到他 英文学习漏后那么多 我们有一个美国学校的助理老师 马上就说 我愿意再免费啊 就是义务的指导他 一到五三个晚上 或多时间指导他 帮他赶快把漏后的地方补起来 那另外一个在课程的方面啊 我觉得 其实不管你分数考的再高啊 其实那都是未来 可能是他会有比较好的工作 可是他生命要过得充实有意义 然后能够面对人生所有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最有用的 其实还是持继的人文 所以我们三个老师一致认为 在学科授课完之后啊 应该要排入我们的人文课 那所以我们取材的部分 是很实际的 然后很切身的经验 然后又是以爱出发的 大爱的教材 也因为这样子 让我跟李黎色老师 在上次线上分享的时候 我想到跟老师说 那我们新年班的孩子 上了人文课 那我们成长班的孩子 已经停课好久了 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 把他们找回来 每个礼拜一起上着人文课 让人文的素养 善的熏陶 让爱的汇聚 不要不要让他断线 这是我自己的心情感想 感恩 是 所以其实这个人文课程 既然已经就是设计了 所以不只是新牙客服班啊 也许可以就是更多人 反正上线啊 就同样都是连上来就好了 所以也期待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课程 再继续邀约更多的孩子们一起进来听 真的很棒 那不过呢 接下来 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啊 因为暑假其实才只过了一个月 对不对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第二堂课已经有孩子回来了 就是人文课的时候 有成长班的孩子已经回来了 然后跟着我们在一起线上上课 所以画面上你会看到视窗 有更多的人上课 你会觉得很热闹 也觉得很充实 我们当然就是边走边整队 让课程可以更精进啊 虽然是在线上上课 可是老师们 李老师就是我们的典范 你看我们对于新雅的课程 新雅的团队 所有的安排 我们都以它为典范 我们努力地维持上课的品质 然后要求孩子 虽然是离线 就是在线上上课 也应该有规矩 还有人文 第一堂课的期待就是 下一堂课成长班的孩子回来 真的回来了 可是还没有全部回来 我们希望 我们对五师姐 可以把更多的孩子 跟他们联络 然后确认他们可以上线 那讯息让他们知道 在下一堂课 有更多的人回来 是 所以其实非常感谢 志诚老师的分享 前面这样听下来 真的觉得 透过这样慈激之工 跟教练会的老师们 一起投入到社区 关怀这些弱势的孩子们 有了贵人的相助 而且你们又可以 当孩子们的roll model 让他们去向你们学习 那也透过教育 来翻转自己的人生 那也再把这样的爱 传递到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那我想最后是不是 有没有我们没有问到 老师们有没有想要再补充的部分呢 比方说 嘉佩老师 您在这个从事英文教学 其实 这个国中的孩子们 这个要能够在暑假期间 把他喊起来 对 教英文 孩子们 这个这方面 您有没有什么一些小故事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想我们的英文课 当然不能取代 这个学校的这种 有进度的 这种 的课程 所以我们在 上的英文课是很活泼的 比如说呢 我们是上绘本 那绘本里面呢 就有一些生活方面的 相关的 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不是像学校这样子 按照这个有知识的课本 然后呢 学单字啊 文法啊 句型啊 就没有那么样的 知识的话 所以我们是比较活泼的 用绘本来引导他 那大孩子有大孩子的 比较深的绘本 小孩子有小孩子 比较浅一点的绘本 那他们都很有反应 都很开心 那现在线上呢 这个分享YouTube的影片呢 相关影片也都很方便 所以我觉得呢 据孩子的反应 我觉得他们还蛮喜欢 这样子很没有压力的 又可以很轻松学习 所以说我觉得 我上很开心 他们应该也上得很开心 甚至我们也有志工呢 进入课堂上 跟他们一起上课的 哦 一起学 我也要课 哇 这样太好了 可是老师本身也是 就是也有暑期辅导要准备耶 那你能够试试ok吗 可以啊 那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上学校的主席辅导 跟上这个新亚课 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哦 两种孩子的表现 你觉得 他们的特质 那就是如果上学 自己学校的学生 倒是会 会有一点压力啊 对啊 然后人又多啊 一般可能就四十几个 哦 对耶 对 那在新亚上课 那在新亚上课一般就是两 最多三个 一个两个这样子 对 而且我们都没有进度的压力 对 是 哇 所以这真的就是不一样的那种心情 来陪伴孩子英文教育 那这边呢 我知道那个数学 也可以跟时事做结合啦 我有看到那个许志诚老师的数学教题 竟然是疫苗 来教数学 这个志诚老师 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说 就是因为你常常有时候 我听你们在上课的那个情况 有时候孩子会突然就没声音 或者是突然就消失了 你们也会这样子去提醒他们 对不对 能够结合时事 其实应该会比较抓住孩子的心啦 那如果时事又能够配合课程 让他们感受到说 哎 数学是一种解决生活问题的学问 而不是说只是用来考试 那如果老师可以发现到 事实上我们学的东西 就在我们生活中发生 比如说疫苗的保护力 疫苗的保护力 它就是有一个百分率的概念啊 然后有分数的概念啊 然后有通温的概念啊 然后怎么去比较 那你把它拿到课堂上里面来 孩子 因为这个话题本来就 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 然后他们会比较有动机去学习 那有动机去学习 老师教习课来 老师自己也觉得有趣 然后老师觉得有趣 孩子才有可能觉得有趣啊 那有趣的学习 孩子才会 应该更有意愿啊 对更有动力 那他们上课中 老师比较担心的就是 孩子我们看不到嘛 那你到底有没有听懂 有没有在听 或是你有没有在玩别的东西 事实上老师上课唱独角戏不好玩 所以其实孩子上课 他给你很好的回应 我们是蛮感恩他的 所以他愿意回应 或是他愿意回应 我很感谢他 就要很赶快争强他 他如果问问题 他没有回答 老师可能要有一个 有一个心态 就是孩子有在上课 只是他可能 你要先假设他遇到 比如说网路断讯的问题 这事实上会发生 或是他麦克风有问题啊 因为之前我班上上课经验 就是这样 当然有孩子 他真的可能在 在私底下玩电动 然后同学就惹罚他 我班上就是这样 我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他跑去玩 传说对决了 那你只能说 你可以帮我叫他回来吗 然后我们可以在线上 呼唤他一下 老师刚问的问题 你可以回答我一下吗 这是都用询问的方式 请他回答问题 或是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你都没有回答我 都不知道你在不在 你有没有听懂 就是用爱的语气 用关心的语气 请他给你一个回应 那应该都没有问题 懂 所以其实这个老师们 真的也都是相当有挑战性 因为你必须就是 一边教学 一边还要就是想方设法 了解孩子的反应 那丽秋老师呢 您教的也是数学吗 还是教英文 对我也教数学 我觉得因为刚好很巧 我们上完第一节课之后 才发现刚好这个 这个孩子啊 那个小四个小孩 他的老师是我们的会员 然后呢 就赶紧跟他请教了 这孩子的状况 然后他也跟我 直接跟我说 他要加强的是 英文跟数学的哪部分 那我就 我就 我是负责他的数学课啦 所以也刚好是教这个年段 年段 所以我要准备起来 其实是还驾轻就熟的 而且又是一对一的教学 所以 也很清楚 他的状况 我们其实也是 在借由上课中 可能像说他第二 他第一次上课 非常的热络 回应的很好 可是第二节呢 才会发现 原来 他那画面怎么一直晃动 原来他上课的地点 其实是坐在床上 然后 其实我们上完课之后 老师都 志工 我们都还会在开会 然后讲一下 今天的孩子的状况 然后这件事呢 这个志工就马上就帮忙 去了解他到底有没有书桌 然后没有书桌 赶快还去帮他准备 再准备一张书桌 真的也是借由这个 我们上课知道孩子的 他的学习环境啊 他的状况 然后也是真的 这个感恩我们的这个志工 真的 我们只要提出问题 他们立刻解决 然后也这个 我们也希望 嘉佩老师也有提到说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更好的 就是孩子可以 一个科目 就一个老师的 一对一的教学 这样子效果会更好 那我们首先就想到 这个会员老师啊 他其实跟他聊完之后 他非常的感动啊 实际为孩子做的这些 那我觉得 这个他是会让我们是 第一个想到的 可以去邀约的这个对象 哇 真的是 谢谢力求老师的分享 所以李瑟老师啊 我觉得回归过来 就说不仅就是有 老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 知识的一个传授 对 我觉得其实很重要一点 就是强而有力的志工 访识志工支援的那个力点 那我也知道就是说行政团队 这边的这份的用心 之前跟您联络 就是说 就是您会特别把孩子们的 这种学校跟老师 学生之间有做一些的安排 也是为了隐私的这样的一个 贴心的一个照顾 可是中间背后那个爱的串联力量 一直都在 没有让他们就是 很孤单的感觉 所以李瑟老师最后 也跟我们谈一谈好不好 就是说我们这个很细腻的 这样一个课服 尤其延续的力求老师 刚刚提到说 发现那个 你们上完课之后 还继续在讨论 大家不是只是 纯粹一个小时 一个上午时间 是你们花了很多时间 在做准备 谈谈这方面好吗 好的 我们说那个 慈善是我们慈祭的根 那我们从这样子 老师们的分享 我想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的慈善里面有教育 教育里面有这个人文 那刚才那个 力求老师有讲 我们确实事实上 就是老师们 留在线上 然后讨论一下 然后这些 老师们回应的一些问题 那我就会马上 就会跟我们的 这个主席志工 来做联系 就像刚才那个 小朋友 那老师就跟我讲说 他上课这样子 怎么会坐在床上呢 这样子来上课 那我马上就去 跟他的这个家长的联络 才知道 原来他没有书桌 那只是给他 家长给他买了一个小的书桌 是可以放在床上的 那如果说我们不知道 还以为这个孩子 怎么会这么 没有礼貌 然后怎么会是在 这个床上上课 那我们觉得 就是觉得这些孩子 非常的有福 也有这些善缘 然后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赶快 就是准备个书桌 就这么巧 就有一个试解了 就就那里给我说 老师你都在西洋 那我有一个不错的书桌 请问可以帮我误一下吗 有没有小朋友要 我就觉得 这个姻缘怎么这么不可私有 我想要有什么 要有人 然后就有这么多的人力来帮忙 然后想要有东西 然后就会有这样子一个 一个助援 然后就是大家共同的来 来成就 也是因为 借我这样子的一个 线上的一个教训活动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的部分是 我们主折志工呢 要就是要 更加的 就是虽然是疫情期间 很多的部分 我们没有到按家 那我们就可能就会疏忽了 那我非常的感恩 因为这一次 我们这样子的老师们 规划这样线上的 这个课程呢 让我们的这个访试团队呢 能够更加的在这段时间呢 来关心我们的这些家长 还有小朋友 真的是好棒 心想事成 心里头需要有这件事 桌子就出现了 一切都是好姻缘 都是菩萨 菩萨来帮忙 来成就这样的一个 暑期的线上办学去 当然这个 八位老师 八位学生 八位志工 一比一比一 对 就是很像一对一的 去尽心尽力来去教学 我常在想 这些老师们 还有这张志工 真的是一群人 他们互相的扶持 然后再拉拔这些学生 虽然透过线上的方式 可能我们觉得摸不到对方 没办法真的去跟他讲道话 来教学 可是这样的爱心 却透过荧幕的镜头 却传导给对方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对 也非常感谢老师们的分享 今天真的很谢谢 我们线上四位老师 与我们大家所做的 这一段分享感恩 也希望这份爱与幸福 持续的传下去 感恩各位 感恩 感恩 十二岁的天空 十二岁的天空 有一道彩虹 带着我们的天空 带着我们飞向另一个天空 回头开始从前的青色脸孔 另一段是未来的梦 我张开了双臂 轻轻轻 轻轻轻用着你 耳边缠声催促着 护道别离 纵然不舍 终究要放开了手 长大了 把你交给你自己 奔跑吧 奔跑吧 好长的路在等着你 多年以后 或许又远相去 所有欢笑和泪水 都是重逢时的话题 风起了飞 走吧 好宽的天空迎接你 不管将来飞得多高多远 记得十二岁有我 我的十二岁有你 十二岁的天空 有一道彩虹 带着我们飞向另一个天空 回头开始从前的青色脸孔 另一段是未来的梦 我张开了双臂 静静拥着你 耳边缠声催促着 护道别离 纵然不舍 终究要放开了手 长大了 把你交给你自己 奔跑吧 奔跑吧 好长的路在等着你 多年以后或许又远相去 所有欢笑和泪水 都是重逢时的话题 风起了飞 走吧 好宽的天空迎接你 不管将来飞得多高多远 记得十二岁有我 我的十二岁有你 奔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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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长的路在等着你 多年以后 多年以后或许又远相聚 所有欢笑和泪水 所有欢笑和泪水 都是重逢时的话题 风起了飞 奔跑吧 奔跑吧 好宽的天空迎接你 不管将来飞 不管将来飞得多高多远 记得十二岁有我 我的十二岁有你 感谢观看